第一人称视角之机 乌克兰自杀无人艇夜袭俄军克里米亚基地 画面中无人艇快速前进 穿越港口屏障之后迅速锁定并冲上俄国船只 随后画面出现失去训购字样 也宣告本次任务大功告成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证实 摧毁的是一艘498型土星号拖船 关注战事的社群战口就分析 任务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测试武装无人艇突破障碍的能力 好为之后更大规模行动做准备 同时乌克兰也持续重挫俄国境内重要基础设施 南波罗斯托夫一座炼油厂 六号晚间发生松松大火 从一旁的公路上也能清楚看见火势 而根据美联社报道 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一座石油厂也传出遭攻击 导致一处油槽爆炸奇获 由于俄国能源设施成为乌克兰无人机主要攻击目标 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制裁 已对俄罗斯能源收入造成压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邀到法国与西方国家领送 一同参与诺曼蒂登陆80周年纪念国动 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强调 绝不会背弃乌克兰 法国总统马克宏致辞时更特别向泽伦斯基致意 同时法国空军登场在空中画出三道彩烟 气氛相当感人 马克宏稍早受访时透露计划提供乌军幻象2000战斗机 也提议自今年夏天开始在法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根据法新社报道 双方七号将在法国总统赴艾利社沟进行会谈 记住黄欣雅 众里报道